中国H7N9禽流感疫情爆发以来致死率达到30% 机关署表示目前部分的重症病人还在住院治疗当中 因此不排除H7N9的致死率会再提升 H7N9禽流感从2013年到现在 目前确诊病例人数已经达到388例 世界卫生组织3月9日公布121例死亡 初步估计致死率率率30% 机关署表示去年H7N9疫情爆发初期 台湾就掌握禽流感病毒株的相关讯息 目前H7N9疫苗已经展开人体临床试验 一旦疫情扩大 台湾立即能够量产供应 在美国一开发出来这些的所谓的疫苗 原先的这些的病毒株的时候 我们就取得疫苗病毒株了 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期的临床试验中 那预期今年就能够结束 至于禽流感病毒未来是否产生重大突变 机关署目前无法评估 将持续关注中国疫情发展 也呼吁民众小心防护 新台南海电视陈金焦 张玉华 台湾台北报导